大家好 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悶熱 午後真雨的範圍 從山區到了局部的平地 天氣狀況來說 到了晚上 三八號都停下來了 還是要提醒您特別注意 即使是到了晚上 還是有點悶熱的感覺 不管你在戶外活動 或者在家裡面的水分補充 都真的不能少 明天禮拜五了 天氣狀況會怎麼樣的變化 我們用幾個時間點來告訴大家 先來注意到 天氣狀況在上午的時候 就要開始注意防曬了 幾點鐘 9點以後開始 陽光的部分就開始偏強了 紫環線指數也開始逐漸地增高了 溫度形態來說 也隨著太陽的照射之下開始上升 但一整天當中最熱的時間點 就是在上午的11點到下午的 2點鐘這一段時間 也就是中午時刻 你一定要記得補充水分 水分的補充不能少 但到了下午的時候 有一點不同了 明天的午後鎮雨的範圍跟量來說 要增多一些了 因為太平洋高壓要略微的減弱 所以大概從下午2點以後開始 到傍晚的6點鐘的時候 都容易會有些零星的Sappahho出現 山區有局部的平地也開始出現 中部以北的機率比較偏高 不過到了晚上 有兩個地方的朋友要注意物 不是台灣本島 在馬祖跟金門 這兩天晚上的馬祖跟金門 晚上地表溫度降 海面上的水氣進來 就造成了霧的狀況出現 所以在馬祖跟金門的朋友 在早晚的時候都要特別注意 起霧的時候能見度差 那午後鎮雨的狀況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要增多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說 太平洋高壓要減弱了 那說到雨的部分 先來看看這張雨量圖了 雨量圖上可以看到 在包含了新北的山區 桃園的山區 新竹山區跟苗栗山區 還有南投 以及包含了嘉義阿里山地區 都有午後鎮雨 其中以阿里山這邊的Sappahho 相對的在山區的部分 是比較明顯的 那講到雨的部分 我們再來就看看雷達的發展 先來注意到這張雷達圖 你可以注意到雲層的發展 到了晚上天黑以後 整個雲系發展已經逐漸的減弱 可是大概在從下午以後開始 在北部的山區 中部的山區 還有南部的山區 發展的熱對流很快 一發起來兩三點的時候 下雨明顯 四五點以後開始消散 到了現在晚上的七點多的時候 雲層已經逐漸消散掉 只剩下阿里山這邊 還有一些些的殘餘的雲層 從阿里山區 逐漸的往嘉義市的方向在移動 而這個雲層時間再晚一點 也要逐漸的消散 因為到了天黑 沒有太陽照射 地表的熱力作用就減弱了 那我們從這一張 真實色彩的雲圖來看看 台灣附近的環境場 都是屬於晴朗的天氣 但是你可以注意 這個就是午後消散的雷震雨 另外我剛有提到 嘉義的雲層就已經逐漸的要出海區了 雲層在山區的部分 現在目前仍然在山區 有些局部性的霧的狀況 不過在台南 高雄 屏東 跟包含花東地區 現在目前來說 雲層都已經減少 到了變成是屬於天氣晴朗 這個雲層隨著時間越晚 會再逐漸的消散掉 但太平洋高壓 目前來看 它是一個比較偏強的狀況 不過今天的太平洋高壓強 明天的高壓勢力 要開始減弱了 所以在禮拜五的時候 隨著高壓勢力要開始減弱之下 我們的Sabajo的機率跟量 還有範圍就要開始增多 南邊 大家記得吧 我昨天有提到說 這裡有一個小的低壓 有沒有看到 這個低壓系統 已經逐漸的通過呂松島了 雲系的發展來說 也整個鬆散掉了 這就是它沿著高壓的邊緣部分 逐漸通過呂松島進入到南海 北方的封面在這裡 從山東半島南方一直到達了 四川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北方的封面帶 這就代表太平洋高壓偏強 所以從福建 浙江到廣東 天氣都開始好轉 我們從地面圖上就可以很明顯 看得到整個雲系的發展 高壓的勢力在今天的時候 仍然是偏強 明天開始高壓勢力要逐漸減弱 但是南邊的低壓這個系統 就會逐漸的通過了呂松島 往南海的方向走 北方的封面 仍然在高緯度 而目前來看 這個高壓勢力一減弱之後 我們的天氣在6還有日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就在於說 午後真雨的狀況 從北到南都容易出現 這樣的天氣狀況 會持續到下週二 但到了下禮拜二 三以後 開始開平洋高壓勢力 又要再度往西的方向伸展過來 這也就告訴大家說 當高壓勢力強 我們的午後真雨就偏少 炎炎的7月份夏日之時 在夏季這一段時間的時候 是最熱最曬的時候 要提醒您特別小心別中暑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型 看來說舒適有一點點悶 白天的高溫部分 像北部 注意台北盆地36度 今天板橋可是到了36.2度 其他地方就有在34度的高溫 五號鎮宇山區有 中部山區的三八號 有沒有看到明顯的要增多 南投嘉義還有雲林 到了南部地區也有 五號鎮宇山區有平地部分 在傍晚會出現 而到了外島東半部地區 倒是天氣晴朗 只有山區在下午的時候 雲層多 外島地區倒是好天氣之下 晚上容易有些霧 不過注意馬祖也到30了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五號鎮宇的量 隨著太平洋高壓減弱 而開始逐漸增多 到下週三以後 高壓勢力再增強 五號鎮宇減少 但高溫都在36到35度的高溫 外島地區的氣溫狀況來說 也是晴朗 但是溫度狀況也都有在30度 不過早晚的馬祖跟金門 倒是會伴隨著一些 局部性海面上進來濃霧的狀況 所以小叮嚀兩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第一個 炎熱的天氣在戶外活動的朋友 記得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還有下午 五號鎮宇在山區多 山區下午容易起濃霧 行車方面要小心